中国有多少人染疫死亡 目前对外界来说人是个谜 彭博社12日指出 中共官方已经连续三天 未更新Covid-19感染数据 从12月初到现在 通报染疫死亡案例不到40人 与中国大陆各地殡仪馆 不堪负荷的景象成为鲜明对比 而且致电中共疾控中心 和卫健委中心都无人接听电话 我们现在急诊案发热门诊案 都处于一个爆满的情况 那事实上就是拍片 然后出现白费 这种情况也很多重症的 包括这个死亡的病例也很多 《华盛顿邮报》时日报道 江苏南京 四川成都 浙江湖州 河北唐山 云南昆明及北京 这六座城市的卫星照片显示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 殡仪馆车辆明显增加 北京通州殡仪馆甚至扩建了停车场 英国广播公司五日指出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人物过世消息被公开 使人们怀疑中共官方通报的数字 根据维基百科记载 1月5日当天过世的中国名人就有35人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人数 1月份的前10天 有记载过世的中国名人已经超过200人 是去年同期的17倍之多 新唐亚太电视 直千里 张瑞珍综合报道